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年的绿园夜冷电动车行业赞助播出 来小红树APP看更多搞笑段子 感谢笑料超多快乐超多的小红树APP行业赞助播出 不听不听除非懒人唱听 感谢好内容根本听不完的懒人唱听APP指定赞助播出 宝贝发气线孔游房拖就用养元清 感谢帮助每个人的头上都有毛毛的养元清赞助播出 P5空间多变化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套房子四个轮子组成的小棚P5赞助播出 墙中自有墙中手林泉抗屋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东鹏严版赞助播出 欢迎来到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半决赛 感受欢迎谢娜 各位学生 为了我 加油吧 那你孩子骑的马 是什么血统啊 我说汉子 每天怎么可以转起 那我来了 日有功下 再无尊敬 不学 贫生不学 就是这个工作我虽然一天没干过 但我就是懂 我共产当班 我共产当班为击 恭喜池袋进入战机制 接下来要上场的演员 我对自己稿子这次还挺满意的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 今年好像能做到掌控现场的舞台 这个本子我还真是挺有信心的 总决赛我感觉还是有希望的 我是有信心进入总决赛的 今天是我这一季以来最紧张的一季 我基本就已经参方计的专业了 参方议 欢迎来到 脖口秀大卫第四季半决赛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小点 感谢原生乳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经典有机奶 独家管民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还能免费退 感谢升级新电商的 瓜子二手车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云南白药 口腔护礼品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我们的客户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要上场的演员 陪脱口秀大会走过四季 掌声欢迎磅磅 今年比赛到现在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今年比到现在就感觉还整体还挺放松的 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感觉感觉这一季都比较顺利 因为这一季几轮比下来 只要我把我的绑回演好 运气就一直站在我这一边 我们恭喜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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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真的是完成了超进化 我看到他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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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成熟 走向成长 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启和一个真正的开始 他已经四季了 到现在还这么有劲 还在创作 我也感觉他有哪霸王的可能 喜剧斯坦尼康 磅磅 就是稳定 最近有想过能进半年赛赛吗 当然 我参加过的豆流大会就没有不进半年赛 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爱聪明小孩 观众现在可喜欢我 哎呦 掌声欢迎磅磅 大家好 我是磅磅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婚姻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显得你们参与了一样 好吧 今年已经是我结婚的第七年了 我觉得这里可以挖一下 对吧 尤其在我们单位显得格外难能可贵的 我们公司你们也了解 一年大概有一个名额 小心 小心 我现在我现在我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笑狗文化加七年之痒 我就期待一个负负得正的奇迹了 不过我觉得结婚还是挺有意义的 结婚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刚结婚的时候我很不适应是吧 我经常半夜醒过来就吓一跳 我去我旁边 怎么有个人呢 那我老婆也是 有一次睡着睡着觉 光一拳给我早醒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领略到女权的力量 我说她跟我道歉吧 她跟我道歉 我说没事 没事 没事 能理解大家都是第一次结婚 那个另外你上次从床上掉下去 其实是我tread 不结婚很多事都不会知道的 我觉得不结婚我也不会知道 女生化妆有多复杂 尤其是化眉毛 我观察我老婆化妆这么多年 我觉得人类长了两根眉毛 真的给女生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就因为这一步啊 你是需要把本来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争取化到还是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老婆化眉毛 就化完之后两边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那一整天我看她 我感觉她对所有事情都格外的疑惑 但是 这个保持不住吗 但是你知道 当她真正疑惑的时候 她又显得非常兴奋呢 你要出差了吗 你真的不想看到我吗 但是我结婚前 最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是我结婚之后 居然有一天会需要去买卫生巾 其实这件事很正常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的 我觉得互相帮助 就是成为伴侣的意义之一 但是那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非常不知所措 跟你们现在一样 有一点紧张 甚至觉得非常羞耻 我走进超市的时候 那个感应门自动打开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她都看出来我要买什么了 我本来就想着 就是越快越好 我去了 抽一包就走 但是去了超市我才发现 超市有吗 一整墙的卫生巾 我拿着我老婆 给我的照片在那 一个一个找 我像在参加最强大脑一样 而且找到之后 我还是很不好意思 我定位好了之后 我就转过身 我等到我周围都没有人的时候 我偷偷地抽出这一包卫生巾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然后我刚走了没有几步 我大概就是从轻薄日用行走到了夜用家常 然后就又 吓我一跳 走了没有几步就有五六个保安围过来了 我就赶紧掏出来 我说不是不是 我那个误会误会 磅礴 磅礴 就当时很矛盾你知道 又希望被认出来 又不敢被认出来 我就是你们安保还挺严格的 他们超市挺厉害的 他们说不是不是 平时抓小偷呢 两三个人也就够了 今天听说监控里看见变态了 都想出来看一看 我后来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其实很简单 恐惧源于未知 我对她完全不了解 我对她所有的了解 都来自于电视上那个广告 但你们看过卫生巾的广告 你们就知道是吧 根本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广告 刚开始有一个女孩在那特别的伪名 然后她有一个姐妹 在她兴冲冲的兴致勃勃的走过来 在她耳边说了个悄悄话 然后她也兴奋起来了 我当时看完我就说 这什么东西是吧 兴奋机嘛 我感觉我每天上班都需要 来一包这个东西 而且就算后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广告之后 我还是很难理解 就是再方便 再舒服 你也不用直接在马路上就 这样吧 太奇怪了 笑得也太高了 你们知道 我特别喜欢打篮球 是吧 我上学的时候 离扣篮就差十公分 我一直怀疑 自己是没有买到 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就是这样 婚姻就是很奇妙的 婚姻就是很奇妙 我之所以 我觉得我的婚姻 能维持在一个 很不错的状态 是吧 除了同行的衬托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太太 在于我老婆 她是一个看问题 比我清楚很多的人 我刚开始 做这一行的时候 她就跟我非常 郑重其事地说 说庞博 你在外面将来 一定会遇到一些诱惑 但是你不要心存幻想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只会有一个女人 是永远爱你 就是你妈 她真的很理智 因为比如她也追星 她也有自己的偶像 她非常喜欢李线 但是我也很费解 我说这种又高又帅的男明星 咱们自己家不是有吗 但是她真的很理智 一句话就说服了我 她说你放心 我跟她就是玩一玩 我很快就会喜欢上其他人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参加了一个典礼 当时我听说 李线也有可能会去 那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很热情地 把我送到了门口 然后还在我这里亲了一下 我说你干什么 偷袭我 是吧 她说没什么没什么 你如果见到李线的话呢 替我把这个带给她 当然那天 李线没有来啊 是我的幸运啊 不然那天 也会有一对保安在那 快快快监控你 又看见变态了 真的婚姻 我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我也祝所有 没有结婚的 结了婚的 跟结过婚的朋友们 都好运好吧 也祝李线好运啊 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谢谢彭博 你是否希望在总决赛的舞台 看到彭博呢 请投票 3 2 1 请锁票 怎么了 最后你们这儿发生了什么 没有啊 我们就是说给彭博喝个气嘛 说婚姻好 我们都说对 对对对 支持一下七年的婚姻 因为七年是七年之痒嘛 希望继续加油 谢谢谢谢 跨过这个七年之痒 继续甜蜜美满下去 今年蚊子咬我 我都特别害怕 七年止痒了是不是啊 能止痒了 但是彭博这一季 我感觉特别稳 而且整个表演状态 一直很好 完全没有紧张的感觉啊 就是特别好 而且他刚才讲那个 就是老婆让他买卫生机 那个我特别有同感 我老婆不是让我买卫生机 他让我买那个洗发水 他让你买洗发水 让你买洗发水 让你买洗发水 您这个更不讲理一些 我感觉 然后我就跑到超市里面 我就发现一整面墙 都是更能量的洗发水 然后我脑子里 就会蹦出一个声音 赶快离开这里 跟你有什么关系 然后幸亏旁边 有个保安也一直看着我 你知道吧 他看我站在那个 洗发水那通道里 两边全洗发水 你知道吧 保安说我认识你 我当时无敌主要头 你是汪涵 插我走 插起身人走 因为我妈我爸那边聊天 我觉得特别好玩 因为有一件 我们家小狗不是去世了吗 然后我妈她一直到了 想买一个新的小宠物 说毛茸茸的多可爱 每天还能玩 我爸说那你买个猕猴桃呗 就是俩人 就是每天就有点柴杠 有时候其实结婚时间长 因为现在咱们现在感觉 特别怕交 尤其是大家就是 特别怕交男朋友女朋友 感觉特别 好像对于咱们父母来说 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然后处着处着 感觉生活就特别美满了 我觉得其实 原来你爸就这么贫的 我爸就是那样的 我全一阵 我老说那个 您说您爸就别指我了 我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这手怎么回事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最后说的一句话 特别靠谱 大家不要那个都怕 那种结婚什么的 就是要不要怕 还是勇敢拥抱爱 对不对 勇敢拥抱爱 听我的啊 勇敢拥抱爱 没事别怕 对对对 我们从庞博开始 就每次都要有一位朋友晋级了 刚刚也获得了 八票领校员的拍灯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本场最高票的票数是多少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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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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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是庞博 应该是庞博的感觉 这个是他吗 这个不一定是他 不一定 我觉得是杨丽 我觉得护栏也有可能 不好猜了 不好猜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位晋级的朋友是谁 很有可能是庞博 杨丽和庞博他俩二选了 九十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庞博 我演完之后觉得是有希望的 因为这一段演完是 已经是这个段子比较好的演出状态了 能不能进击 就其实是很随机的一件事情 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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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 弹一下弹一下 这不是总结到现在吗 弹一下 虽然他看不到 但是看不到 但是电影会拍到 对对对 感觉杨丽又开始发力了 你感觉他的状态又回来了 感觉他对这个比赛又开始认真起来了 杨丽总能找到自己 就是说犀利的那个角度 你有的时候感觉就是说 他的这种说法是在走钢丝 你会担心别人会对他的这个观点有争议 但是他总是能够 然后仍然站在那个钢丝上面 就是往往前那样走 我觉得他很他很勇敢 我立即 把我这个腿干什么 这马上上场的这个也是今年 表现一直非常炸 也是娜姐亲自模仿过的 懂得吗 你还剃你还剃 逗逗 一战开始了 反正 这点目标其实已经完成了 就半决赛 他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夺冠人 有点势不可挡 同时赌道189 谁还能超过他 是不是冠军 是不是冠军 逗逗表演能力贼强 你看逗逗那里面加了一些口技 很多模仿 表演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我觉得他的技术就是先进 我觉得冠军形式上就是想把自己的肢体去做更多的延展 我觉得逗逗很大概率能进入总决赛 因为逗逗也是这一季发挥稳定 比较容易带动现场的气氛 他就进决赛的那个实力 好好整理 又啥害怕了 怎么看 你来Cue 你来Cue 逗逗 你再开始了 加油 过得好吗 过得开心吗 朋友们 他特别像那种夜场嘉嘉宾是吧 今天来聊一聊我的情感生活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一个互相探索的过程 只是每个人探索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女朋友就特别喜欢让我做微信里的那些性格测试题 她天天都测我 我感觉她想把我查清楚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因为我觉得人很难通过测试题 来真正的了解一个人 有一天早上我刚醒来 她给我推送了三个链接 我真的感觉自己在跟一个公众号谈恋 第一个是测我是16种人格当中的哪一种 比较正常大家都做过 第二个是测我在河泄露之后 会变成什么动物 第三个是测我在火星上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且不说有多荒谬但我都做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只性格善良单纯的比特选 在火星上一个月能挣5000万 为啥 比特选真的是比特币吗 越往后给我发的链接就越奇怪 有一次她给我发的链接 巨恐怖点进去只有四张图 要求也特别简单 让我凭我的直觉任意选择一张 她得也知道男生没什么直觉 我们只有后知后觉 我们的任意就是随意 我真的就随便选 就在我选定的那一刻 我的女朋友给我发了一篇论文 带参考文献的那种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只是随便选了一张图 就有一篇论文来解构我前25年的人生 你们知道那篇论文有多长吗 就是我看完那篇论文 我再点到那个链接里面 那个链接已经失效了 已经被人举报了 我很费解 因为我觉得发链接的女生 应该是不会举报这样的链接的 那么会是谁呢 一定是千千万万像我一样 善良单纯的比特选 测完之后反手就是一波举报 我让你测试我 我叫你知人知面不知心 而且你们知道像我们这样的直男 永远不会相信测试的结果 永远不会 因为我们总会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 因为我第一次做完 我是一只月星三千八的鸡 这也太不帅了 鸡就算了月星三千八 你在开什么玩笑个税都不用交 我就又做了十几遍 我发现比特选挺帅的 月星五千万 那就五千万 对吧 人总是这样 你总是会在恋爱的初期想要去传递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根本不是这样 你知道吗 男生的世界非常单纯 没有任何的测试 你们知道一个男生在独居的时候 或者是群居的时候 我们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们过的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不制定任何生活计划 没有任何缓冲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男生宿舍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你可以做个实验 你可以敲敲男生宿舍的门 然后问 走不走 所有人套个外套 他就跟你走了 他也不知道出去要干嘛 也有不套外套就跟你走了 穿个人字拖在那打一拳 走 所以有些时候你在路上 你看见一群男的乌泱泱的向你走过来 你不要担心 你不要害怕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 很有可能只有其中一个大哥 想去对面的便利店买包烟什么的 因为只有他目光坚定 目标明确 他身边的那一圈朋友 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一样 但没办法 一句走不走就能传这么多人 男生是可以完成两句话以内的约定的 走不走 走 来不来 来 赌不赌 赌 男生特别喜欢打那种 没有任何意义的小赌 我们有些时候打赌 连赌注都没有的 你要是能摸到那片树叶 算你厉害 你在开什么玩笑 回来啦 你在开什么玩笑 算你厉害是个啥 算你厉害是男生世界里的最高荣誉 我真的觉得中国队在中场 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的 只需要主角链打一些机械 哎 listen 下半场 谁要是能搞个球进去 算你厉害 再上场就不是11个球员了 11头野兽 真的没有一个男的能够抗拒 这四个字的那种挑衅 你知道吧 我来跟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男生不想思考 我们脑子里不放东西的 但如果你给我一个选项 我立马乐意参与其中 所以你跟男生待久了 你会发现他上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 你跟他走在一条路上 他看见一个公共厕所 他就进去了 他可能有没有那么需要 但他会觉得 来都来了 Why not Why not 我觉得why not 这个词组一定是男生发明的 巨直男 你们不觉得吗 就是一种OK将就 我都可以 但是我身边的女生朋友 比男生要细心很多 他们会说why why why you do that why 你们有没有觉得 男女生可以用这两个词组 吵架吵一个下午 why why not Why why not Why not Why not OK I'm going to break up with you Why Why not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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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三 一 二 一 二 六 行 今儿怎么拿上麦了呢 因为其实是这样 这个段子呢 是今年比较早些时间写的 转换风格之前写的 对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用上耳光啊什么的 所以 她的气质就是这样 有一些自己小的思考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场景的一些还原 对 厉害厉害 而且今天因为那个 娜娜模仿好多遍 开什么玩笑 今天反过来又一波 对 往后撤了一波 对 因为我们仨人同时拍灯了一下 你在迟疑 说你们为什么这么 是不是 那太好笑了 是不是你们都这样做过 对 算你厉害 我太酷了 算你厉害 我想说几句逗逗 因为有很多人在争议这个逗逗的那个表演风格 我想说一下我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在前面几场演出的时候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就是肢体用的过多了 就肢体大过了你本身那个 纹本的那个要推出来的那个劲儿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一点那幅画 其实把他的这个肢体拿掉以后 豆豆本身 他做的那个底子还是很扎实的 所以就是 其实最后的那个标准 其实应该在豆豆身上 他自己就是你怎么样做 你是舒服的 你就怎么样做 因为随着你的成熟 你渐渐渐渐会采用更合适的方式来 谢谢 我觉得今天就挺好 今天就没那么大 对 尤其那个算你厉害 哇 那个点找得太靠谱了 因为你们三个人全都拍了 你们应该都经历过那个事情吧 就一模一样 确实摸过书业 好 我们先恭喜豆豆八票 领下员的拍照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目前场上的最高票是 这还有一点悬念 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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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谁 今天自己表现得很不错 非常的自如 优雅 挺好我喜欢 我被你圈翻了 逗逗 逗逗 还是庞博 庞博 庞博 我觉得是逗逗小北忽兰都如可兰 恭喜虎兰进入阶级区 逗逗进入等赛区 虎兰还是很有煽动力 王老板 放 服装一下 虎兰一直都很稳 他好像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我也是 忽兰要是好胜心被挑起来 没有谁能够挡得过他 特别好 你们节目是故意安排的吗 最后剩下那二位还拉着手 他们是我们的喜剧门神 他们俩真的跟开电影 跟开电影一样 我跟他打气呢 打气 好的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 也是唯一的双人组合 掌声欢迎肉食动物 没想到能走到半决赛 这已经是很大的意外收获了 后面还有慢财组合 肉食动物 我希望他们能走下去 然后大家多多支持慢财吧 好不好 掌声送给肉食动物 光临晋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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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陈瑟玉瑾和建国博洋被淘汰 对我们来说压力也很大 我们也背负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肉食动物这一整机的表演 一直就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 我觉得他们每一段表演都非常有创作力 我觉得肉食动物很大概率能进入总决赛 使命还差一步 努力吧 背水一战 希望决赛在舞台上能有卖彩 掌声欢迎肉食动物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昏昏 我们是肉食动物 霍霍 已经半决赛了 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我其实现在想挑战的角色挺多的 比如说 超人啊 绿巨人啊 白雪公主啊 美国队长 白雪公主吗 对啊 要挑战白雪公主吗 我能演白雪公主啊 白雪公主 大战哥斯拉 不要加与我无关的角色好不好 哥斯拉 我要演的是白雪公主好不好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能不能演个圆白好不好 很久很久以前 白雪公主出生了 啊 啊 啊 她刚出生时有足足三百斤 太胖了呀 比我妈都胖了吧 她一天天地长大 成为了王国上下第一的勇士 美女吧 于是同时在皇后寝宫 摩镜摩镜 诶 我在 Siri啊 你要问她问题啊 谁是本次大会的冠军呢 皇后也看脱口秀啊 摩镜摩镜 谁是最美的女人 啊 白雪公主吗 又买到假货了呀 咔嚓 没必要吧 皇后因为嫉妒公主的实量 美貌 把她骗去森林里采野花 公主采了菊花 蓝花 太阳花 还顺便拔了颗垂羊柳 还顺便拔了颗垂羊柳 这是鲁之身吗 就在此时 皇后派出的杀手出现了 咔嚓 你就是白雪公主的保镖吗 我就是白雪公主本人啊 我为你准备个那口棺材啊 不要杀我 诶 买小了吗 不要介意我的身材了好不好 咔嚓 瘦死吧 不要杀我 吃了我的减肥药 肯定会瘦的 瘦到死嘛 不要夹这些没用的东西好不好 咔嚓 准备瘦死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猎人因为公主令人发指的可爱 而饶过了她 没必要夹这个词啊 逃过一劫的公主遇到了小白兔 她开心地说道 好可爱啊 一半红烧 一半包摊 太残忍了吧 小白兔画了画耳朵 跳进了丛林 公主紧随起后 她躲过了第一棵树 躲过了第二棵树 撞到了第三棵树 太树猛了吧 白雪公主的身材 她继续奔跑 她跨过了小溪 跨过了树桩 跨过了高考分数线 白雪公主也参加高考吧 她继续奔跑 她跳过了小溪 跳过了树桩 跳过了广告 哪来的广告啊 懒人唱听APP 内容多 资源权 啥都能听就是开心 还真有广告啊 白雪公主公主来到了小木屋前 她长舒了一口气 吹倒了小木屋 这是三只小猪的剧情吧 正常剧情来啊 公主敲下了房门 靠靠靠靠 枝嘎你谁啊 你好我是白雪公主 我是小矮人啊 小矮人太高了吧 你矮一点好不好 靠靠靠 枝嘎没有人啊 有人唱二楼窗户吗 下面啊 傻 没有人啊 一楼窗户吗 上面啊 这刚没有人啊 二楼窗户吗 窗户吗 没有人啊 一楼窗户吗 这刚没有人啊 二楼窗户吗 傻 没有人啊 有人了 见一面吧 太累了 你好 我是一个七胞胎 不要说演艺演乐的台词 公主和小矮人终于相遇了 他们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这一天 皇后要扮作女巫 来毒害白雪公主 呃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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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好 就是白雪公主吗 她是 我这里有一个西瓜 没必要加大毒药的剂量吧 先磨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车苹果呀 一个就够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这个苹果不会有毒吧 当然不会 太傻了吧 你给我就好了呀 我这里有一个苹果呀 白雪公主吃了毒苹果之后 陷入了沉睡 她的呼声吸引来了王子 这也太香了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 你回来啊 至少带我走吧 你就是白雪公主嘛 喂 搬家公司吗 我这有个大伙 多快几个人出来好不好 叫什么搬家公司 救我就好了 救我 公主啊 快行行吧 快快快 你的假牙 我捕的是苹果呀 苹果吗 王子 是你救了我吗 对啊 那我要嫁给你 我草率了 可以再给我机会吗 没有机会 你要娶我 在那个遥远的下午 王子娶了公主之后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呀 的心都有 这个太不讲道理了 什么都翻译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翻译 好不好啊 故事讲完了 你这讲的什么故事啊 被嫌弃的白雪公主的一生 做了吧 好 谢谢大家 哇 表配来是她们的老师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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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白雪公主的精彩表演 3 2 冠军 冠军 太棒了 鼓务票 抽标 号叉 太厉害了 哎哟喂 因为她们这个前提是很难进入的 因为在前一分钟我都在想这也太属感了 为什么慌慌就非要演一个白雪公主 对 结果听完一分钟以后你已经顾不上她合理不合理了 就听进去了 太不合理了 再也听进去了 你就真的感觉旁边 有个白雪公主了 对啊 厉害 我是觉得他们这个创作 太厉害了 他一旦进入了这个通道 他可以把所有的格林通话 全部都讲一遍 可以变成一个系列 就是有点累 提给不允许 是因为跳小溪那一段 是不是 跳小溪 这个之前写那个 比如温岛什么新段 我们大概会演个30多遍 自己在酒店什么的 这个我们可能就只排了 十遍不到 对 不敢多排 上台前想过一遍 此次都不能过 他就说两句 就跳了两下 然后浑身全是汗 补专老师说你怎么了 其实我们今天最担心的是舞台 因为昨天他把这个舞台给跳裂了 真的吗 对 这块是心修的 这块是习惯的 你看他 你看嘛 你看睡了 就睡了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演 太好了 我可以换搭档了 然后他们说今天加固了 说底下好像站了一个工作人员 哥们儿可以出来了 我绕退了 我绕退了 效果抬肚子 他们的表演在继续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漫才 真的需要两个人的配合得特别好 而且很紧密的 很紧 节奏感啪啪啪啪啪这样一起 配合 你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哇塞 太棒了 这是 因为这个漫才也是 今年我就是通过都游大会比较了解 对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担心 对 你知道你在前边说这是什么的时候 我说娜姐居然嫌弃这种 我这么好 有意思 我看娜姐后来也开始乐得跟 娜姐喜欢 可以了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喜欢漫才 对 太棒了 我们效果马上就会开漫才的训练营了 大家可以来学 有一对被淘汰的朋友 在那个训练营导考诗 陈森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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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本场最高票数是多少 这个本子我还真的挺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这次目标 就只要是进前六 第六就可以了 这是他们的 84 那就不知道是谁了 全年再次出现 应该是你 应该是你 不可能 怎么会他们才不到80 一定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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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看一下84票是谁 我倒是觉得肉食跟磅礴之间 对 我太喜欢肉食 他们今天这段表演非常有创作力 磅礴今天状态一直很好 就算不拿大王前三名也是肯定的 我就觉得有可能是磅礴 有可能是 一个 逗兜 选拷 平票 平票 王子来了 帅 帅 帅 王子来了 王子来了 平票 恭喜三位进入竞技区 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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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票他不会占名额吧 不会占名额 不占名额就多一个名额 是吧 许老师和娜姐刚刚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请教现场观众 那就多一组呗 多一组 对 多一组嘛 多一组呗 对 许老师 等一下 如果后面再平票呢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到最后再看 我觉得如果只有一组平票的话 那我们十二近期也是可以接受的 平票 因为现场观众比较少 只有一百票 出现平票也是正常的呀 因为今天本身观众就少 十二组员的时候出现平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多进一个也没啥 毕竟人家也都挺强的 哦 庞博士 我觉得他这一季的整个 整体的发挥都是水平很高 而且很稳 仍然担得起这个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 弄食动物好喜欢 这一次的这个白酒公主 就是中间好多那些蒙蒙奇妙的段子 让我觉得真的乐道已经觉得 哇塞 太有意思了 嗯 那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的喜剧门神之一 徐志胜 就走到现在呀 就主要靠我的颜值 让少的可怜的才华 这个长相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哎 这我看了个色卡的时候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哦 全场这张啊 冠军 冠军 我是脱口秀陆寒 这不会就是陆寒素颜的样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这种喜剧歌斯拉 没有的 赢不了了场 直升肯定会进的 直升那种风格一旦炸起来的话 就是后面送草不胜 谁也演的 我肯定会放手衣服啊 你可得咋玩劲啊 徐志胜 那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的喜剧门神之一 徐志胜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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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帥 確實啊 確實 節目播出之後 很多人討論我的時候 都用到了一個詞 叫長相優勢 但是我還想大家雖然說 認可我這個長相優勢 但還是很微妙的 對我這個長相 因為有一個微博網友 還給我發私信 說智勝啊 我特別羨慕你的天賦 卻害怕長成你的模樣 我發現這個長相優勢 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時間 節目播出之後 我去拍了一組藝術照 我就發現我這個妻子 確實給人家的工作 造成了很多困難 我正在等著化妝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個化妝師 就站在我身後 端詳鏡子裡的我 那過了好一會兒 我才聽到從後邊 他傳來了一聲很輕很輕的說 沒事兒 挺親 挺親 我當時都不知道這個沒事兒 是在安慰我 還是在鼓勵他 而且這個拍藝術照 他總是希望我能擺一些很帥氣的知識 但是我發現 我對耍帥氣這件事情的記憶 還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他跟我說說 徐老師擺一個帥氣的知識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說嗯 聽到直接把攝影師弄懵了 攝影師說 徐老師啊 你這個知識有點older school啊 08年奧運會之後 我就沒這麼簡直擺過了 那他為了讓我更好地找到感覺了 他就去網上找了一張陳韋婷的照片 陳韋婷 他就說 他跟我說說自身啊 你就照這個來 但是我發現 當我擺出來這個知識之後 大概就是 我說嗯 攝影師在那邊拍邊說 哎呀 不知道為什麼 總感覺哪裡不對 總感覺哪 我說你不知道哪裡不對嗎 這誰不對啊 而且啊 他為了讓我找到自信 他就開始再瘋狂地鼓勵我 在鼓勵裡邊加入一點 他對我的一種小要求 他就在那兒 說哎呀 徐老師 特別好特別好 把眼睛再增大一點 說哎呀 帥死了帥死了 再增大一點 最後他發現真的 確實我真的很盡力 但效果確實也不盡如人意 他最後沒辦法說 徐老師啊 咱們這組照片 是一次把眼睛閉起來的效果 等這個照片拍完之後呢 等照片拍完之後 我就發現 他就想讓我們幾個演員 發照片宣傳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後 我就發現 我的照片和其他幾個演員 還是有區別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沒有這個照相管水印的 特別開心的一點啊 就是這個長相優勢啊 今年開始在我的感情領域裡 開始發揮作用了 今年確實談戀愛了 談戀愛了 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讓我的朋友這麼正經 就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志胜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们更过分 跟我说说志胜 为什么你的感情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过去说志胜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的 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她说了一声 说我这个朋友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她 我真的问过她 我说你当时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她说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码开心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就给我说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嘛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她们是整个娱乐圈最纯粹的本事 她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马上到你了 大家 可以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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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请锁票 我第一次建议就是 说谈恋爱三个人就全拍到吧 对 恭喜恭喜 是什么时候谈的 就是最新年 没有 节目播出之前谈的 节目播出之前谈的 对 所以我很纯粹 很纯粹 我特别期待志胜 就是讲一个 跟他这个 就是由这个容貌 这个无关的一个 所以他一说他恋爱了 我就拍下去了 就是想听他后面讲那什么 但是最后那个落点 那个纯粹的那个落点 我很喜欢的 特别好 谢谢 志胜其实之前有一期 讲的跟容貌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 所以就输了嘛 那一场 对 看他赶紧得扣张一下 其实志胜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 很强的 他段子逻辑都很好的 他只是 只是被长相耽误了 让大家觉得 他是个花瓶 是吧 不是的 不是的 实力是很强的 可以说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志胜获得了8票领教员的 开灯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全场最高票数是多少 我其实挺想拿到一个名字的 就看幸运志胜眷不眷顾了 哦 志胜要上去了 志胜应该90了吧都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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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8票是谁呢 是我妈 不愧是我妈 把名字出一下 恭喜秦志胜进入GTP 我明天回北京 见见女朋友 志胜就是今年最大的黑马 然后 而且他不光是今年的黑马 他的优势会让他成为一个喜剧长青术 上来就是幽默扑面而来 就是对他这么有信心 不用怀疑 可以永远相信志胜 哈哈哈哈 广自 为啥你的脸就不给你头发抢地盘呢 每天好好浇水就可以了 浇水 那我为什么有浇水又少了 是不是你水门太高了 你这不是盐碱地 是油碱地呀 那我还有救吗 有救 用养元精控油建发洗发水 搭配防脱预发液 一洗一遇 双效加成 硬核防脱 控油防脱 就用养元精 因为刚刚出现了评票 所以那你现在就做了六组选手 那么最后一位演员也不需要上场表演了 本期的我们是 没有没有 因为出现了评票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开心见到的 我们一定是多加一个晋级名额好不好 好 所以学年依然在 掌声欢迎喜剧眉神志尔 何广志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对自己最大的预期就是走到半决赛 到今天为止已经完全达到了 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比男性要高 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胜之后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恭喜广志进入直通区 我觉得徐志胜的到来不仅让我变帅了 也让我变得更强了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 我跟志胜两个人都能打进总决赛吧 然后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来一个南广志北志胜争夺大王 广志非常强呀 广志那套文稿也很好 然后他自己的表演状态也调到了最高 所以说你会感觉他的一季成长来 和上一季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广志他一直在突破自己 他应该是目前为止夺冠最大的热门 他这次找到了一个自己最擅长的表演方式 他比去年强了非常多 逼自己一棒 加油吧 你们好好演 无论你们演得多诈 我都能翻过你们 掌声欢迎喜剧眉神这儿 何广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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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 我先感觉脱口秀太难了 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我现在我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M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美了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三室一厅 或者两室一厅对吧 我们家那会儿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他会准时放佛经 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地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是快 佛祖来到上海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候我就特别担心 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奶奶 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叨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得特别地多 特别杂 就我奶奶觉得信得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 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关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 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但是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这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甚至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就我甚至离爱情 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 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 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 我们俩 效果文化理财界的 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 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就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它不经理 理着理着 快理没了 我现在误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APP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 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基金一定要谨慎 因为基金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 相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谢谢你们 谢谢广志 喜欢广志的朋友 希望在总结赛 看到他们的话 请投票 3 2 1 请锁票 广志还是很有觉悟 买基金不太适合你 你还是更适合买瓜子二手车 人家刚刚升级了这个新买法 七天不满意 免费退 你们可以去下单体验一下 起码可以让基金少亏一点这样 你花钱买个瓜子二手车 你就没钱买基金了 其实是把自己救了 真的在理财吗 确实是跟风买了一些基金 但是算不上理财 买了一些跟风买着玩 但是你确实也亏钱了 你没请教一下忽然吗 我忽然好像亏得更多 我向你作证确实他亏得更多 就是挣得越多亏得越多 这个数字是 我看娜姐最后犹豫了很久才拍到 因为他今天讲的还是很不错 但是我是跟他上一次 看他上一次的比 因为就是上一次他每讲一句 我都觉得真的很好笑 他跟徐志胜有一个现象 他就是谁在前面谁就更好 谁在后面谁就吃了亏 是吧 是的 为什么会有压力吗 当然有压力了 接在他后面压力巨大 就是我们平时演出 没有人能接得住他 只有你对不对 就是夸自己 我也接不住 带次的玫瑰扎他 扎他 我扎他了是不是 他俩不是现在有一个组合吗 叫什么呀 这组合杨本人起过一个名字 叫螺蛳粉炒臭豆腐 你也太损了 我叫什么 叫臭半城是吗 是这些 你们俩要一会儿拍广告 应该拍个什么广告 一些农副产品比较适合 可能 其实不是 对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非常 这个有品牌追求的时尚大牌 正在联络他们俩 当然 是这样 因为这种时尚的大牌 你穿在 是吧 你穿在那些人身上好看 那是正常的呀 你如果能把他们都弄得时尚了 那就说明你是 真的好看 很有力量的 是吧 欢迎各大时尚品牌 对 联络我们的喜剧门神组合 何广志长得特的名模脸 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还行 对不对 对 对 其实是帅的 帅 帅 好 广志得到了8票领校员的牌灯 理论上 现在 我们就要公布最后一个晋级名额了 哦 但是 我们要把悬念留到最后 请广志入座 进入等待区 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地让你们看到结果呢 在最后的结果公布之前 之前我们是承诺过的 有三个人 为了比赛的公平 离开了比赛 但是他们没有离开舞台 他们将做一场反场表演 为我们 即将进入决赛的朋友们 是不是 打打气 这三个人 就是 言言乐 王敏 有请 大家好 我是一个三胞胎 大家好 三胞胎 三胞胎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 词 三胎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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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了 为了跟网敏合作 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 没学会唱歌 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 对 其实我们想和网敏合作呀 是因为我们觉得 女性在生活中有很多话 不好直说 有很多想法 不方便说 所以我们就打算 让网敏把这些话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说出来 就比如说呀 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 因为穿短裙太热 但有男生会说 你们穿短裙还说热真矫情 我们还要穿裤子呢 其实我穿短裙 比你穿裤子热多了 但我没法跟你解释 我没法跟你开口 我真想对你说 老娘比你多了一条 多了一条 搭地裤 搭地裤 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里面还有条短裤 你多了为了凉快 不穿搭地裤 不穿哪里裤 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 巴黎联盟路 手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 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 那就是饭局 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 因为那些男性都太会表达了 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 才会受他们欢迎 对 是 对 哇 是 对 真的吗 是啊 对呀 好有道理阿 爱你了吗 你的美丽展现了吗 我真想为你鼓掌啊 你的歌曲最大 地球容你不下 跟你一笔我们就是个国家奖 还有些时候啊 有些人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不舒服 比如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不刮腿毛啊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我的腿毛 找到你了吗 比如当我们畸心打扮了去上班 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 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 是为了给我看吗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那你穿得这么长 是为了罗歇我吗 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 老板又会说我们 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 这样会让我觉得呀 在你心里 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 当时我心里就想说 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最后这种情况啊 跟前面这种都不太一样 如果你也经历过 就绝对不可能忘掉 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 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 蒙住我的眼睛 把我拉到暗处 当我在此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横幅 那个男生抱着吉他 单膝跪地 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路上的人 宿舍楼上的人 都开始喊 答应他 答应他 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 但是我的心 救命啊 好尴尬 越黑风高 闹着我绑架 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 快闭上你的嘴巴 不要再唱歌了 你为男生会弹起他 特别的帅吗 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真的表演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 很多人 包括我 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你不敢表达 因为好像比起自己 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觉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 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 到我们今天就不怕了 因为我们想被投票 也没有资格了 谢谢大家 音乐脱口秀 音乐脱口秀 哎呀 谢谢各位 好难怪他们的端赛 还值 爽了吗 开心 过瘾哈 遗憾吗 没有办法取得名次了 你说我吗 没有啊 就是玩嘛 可惜的不是王敏 是演艺演乐 人家本来能够争取这个决赛 我们要感谢人家 人家不退赛我们都进不来 那完全可以王敏退赛 然后演艺演乐 就你帮他们配音乐 然后人家继续参加吗 那不 我不还得上来吗 对 还是会不公布 不用 不用 你就坐在那上面弹啊 你不是上来 他欢迎 他是个VCR的 可不敢坐在上面坐着了 这段还是很好笑的 可以 这个如果投票的话 票数不会抵的 我真的 哎呦 这个形式也很好啊 不是 所以说很奇怪 就是在于 因为我觉得王敏 还有演艳演乐 什么形式只要好笑 真的很开心 那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 对 就是因为去年 那个王敏得冠军的时候 李淡还在说 居然有人没投票 是不喜欢快乐吗 然后我觉得 对不对 什么是脱口秀 一点是不重要 因为您最终看什么东西 都是为了俩字高兴而已啊 然后他们给咱们带来的 就是俩字高兴啊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一切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 这个全新的组合 大老师加入一下吧 四包胎 什么可以吗 我是一直希望跟王敏 能够那个合作 那个开个什么秀的啊 对 想玩一下 刚刚说的 还有什么没说的 还想说的 还想说的 就 你们几个要废了 我看 就是 是不是剩一个了 是吧 对 别让他们着急了 赶紧公布吧 行 那演员院 还是把你们的话剧 再预告一下 话剧啊 就是我们想做一个 舞台剧和特首秀 结合的话剧 然后会在 乌镇戏剧节上演 南星大剧院也欢迎你们 我们那个演好了 就去 徐老师那儿演 南星大剧院演 南星大剧院也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 到时候这些人 可能都会在里面客串 是不是 为了混进乌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感谢三位 再见 拜拜 谢谢 来 再见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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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再单纯呢 又创作了一个新的形式 对 我真的好开心 能演出来 对 太爽了 我觉得王免当安他们的演出 来了就是本场冠军第一 他们和乐队 双MVP 真的一头一尾 显然我们在中间 朴司乌华去的 他们确实这么组合 有点太欺负了 哈哈哈哈 他们对赛也是 真是替我们考虑 要不然真的没得打 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好 我们就先下班了啊 对下班了 就不紧张了 我们去度假了 好加油朋友们加油 接下来到最残念的时刻了 对 因为还有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那也就是说 本年度脱口秀大会的12名 已经产生了 我们将用倒叙的方式来宣布 本场的第12名也是2021年脱口秀大会演员排行榜第12名 他是 我准备穿衣服了 我准备穿衣服了 我自己知道这篇稿子不行 我自己心里有底 我知道不行 这一轮应该就是把自己现在能讲的东西都已经掏出来了 就是没有什么遗憾可言了 确实今天的作品我没有特别满意 这个时间是尽力了 因为确实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写的SCP 晚上越写越开心自己 今天基本上没有任何失误 然后大家的反馈也是好的 我是有信心进入总决赛的 今天自己表现得很不错 今年好像能做到掌控现场的舞台 我今天专注力都在表演上 我就想表演好 结果其实没那么充分好的 杨博 掌声欢迎杨博 杨博在本季业带来了非常独特的风格 是他个人的突破 也是中文脱口秀的突破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杨博 获得了第12名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海王 海王 好 谢谢 谢谢 请杨博离场之前跟我们聊两句 其实这次结果我是有预料的 因为我这个形式它需要大量铲除 大量实验 大量淘汰 我可能淘汰一下段子 是我讲了段子的好多好多倍 而且我今天三月份才试这个风格 时间比较短 所以能到这一步 我觉得已经挺满意了 挺满意了 很棒 好 好 好 因为这个风格目前来说也 没有对手啊 就是人很少嘛 所以我想说 如果说有人想尝试这个风格的话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啊 那就别反转了 这还反转什么呀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跟我竞争啊 好不好 独占一个赛道 对对对 好 那我就讲完了 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杨波 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表演风格 在中国这个脱河秀里边 我觉得非常独树一致 我会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 但被淘汰有点可惜 杨波虽然今天只是这个比赛的第十二名 但不也是中国玩篮尔的第一名吗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2021年度脱口秀大会第十一名 萌恩都是我一些没有见过的技巧 很新奇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小北今天的表演完全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就太好了 那一段表演就太自然了 超出今天的东西已经表达到最好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冯川 孟川精力了淘汰复活 而且在本次比赛中 三次作为开场演员 非常的仗义 下 可以 可以 走编辑 欢迎川哥来自走编辑 恭喜孟川成为 2021年度 《通过口秀大会》第11名 挺好 挺好 我挺满意的 我现在我就想跟 现在在看 看节目的那些 二三线城市的 脱口秀演员说一说吧 因为我也是 我也是从济南出来的嘛 我知道二三线的演员们 都特别困难 但是当时我特别难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有时候就是 咬牙挺住就可以了 人生如果遇到坎儿 就绕过去的话 那人生也太没有意思了 然后我爸就给我 制造了好多人生的困难 现在还有 还有一个事 我就打个广告吧 以后可能二三线城市的话 如果愿意的话 效果应该会派一些人 去当地的俱乐部 帮你们培训演员 甚至运营剧场 我也在里边 希望大家加油 感谢全部 一年再见 有一些朋友 受过去年磅礴的启发 很调皮 选了一些怪怪的退场音乐 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退场音乐 让我们来看一下 二跟二一 脱口秀大会 第十名的朋友 杨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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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莫恩是很多人心中的夺冠热门 走到半决赛经历了一些曲折 但是实力有目共睹 今年的夺冠之路就到此为止了 就是能明年再见了 恭喜蒙恩莫得 二跟二一年度 退口秀大会 第十名 然后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名字只是比赛的意义而已 然后因为今年我已经把我所有想讲的都在节目里面讲完了 这就是我参加拓球大会的意义 然后也感谢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我就一一不说了 其实最想感谢的就是我女朋友嘛 对 因为他给我提供了生活很多素材 因为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然后他也帮我改段子 就是改掉一些他不想让我说的 然后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想说一句 刘培宇结婚嘛 刘培宇嫁给他 刘培宇 我要在效果文化逆流而上 然后 然后 哇 然后 哇 这太猛了 这个不是刚刚往年讽刺的东西吗 海外 我天呐 我求大家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帮我保密好吗 就是他不在他不在现场 对 哦 就是播出那天 就播出那天要看是吧 对 我希望在他拍出 因为因为我需要做一些准备 一定要保命啊 对 所以你们无论剧透什么 都不要剧透 这个好不好 拜托各位了 拜托各位了 人生大事 拜托各位了 就是说你计划的是 陪他一块看节目 对 我想让他在电视里 看到这一幕上 有没有毛病啊 没有毛病啊 没有毛病啊 毛病吧你 这个真的太猛 你俩别哭 然后就是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之所以在这个舞台上说 不是因为浪漫或者特别 是因为我觉得 我长到现在以我眼见的生活 和我的信仰告诉我 我相信一句话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好人 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 谢谢大家 谢谢蒙恩明年再见 这还行 因为你段子就是这么个段子 你表现成什么样已经不重要 我觉得 我觉得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事 我想要交代 我觉得人生迈进了一个 我必须要进度的新阶段 其实我是一个害怕比赛的 当我女朋友在帮我抵御这种害怕 因为创作的时候我真的发现 我的思路离不开它 因为我发现它已经在我生命中 占了太大部分了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所以就觉得 有一种就是你人生的新阶段就在前面 然后你是选择停滞不前 还是跨一步勇敢地打开这扇门 我只是想让她在节目里看到这一幕 就是脱口就最重要的是真诚嘛 就是有什么比这个更真诚的 这个是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的 还是真的想清楚了这件事情 大家被一下子击中了 就眼泪直接就下来 她不是单纯的感动 所有情绪汇聚到一起就是想哭 而且特别替杨哥开心 我觉得她能说出这样的话 能自相决定 说明她过得真的很幸福 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作为女生来说是很感动的 她一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出色的这个未婚夫 祝她可以幸福 可以永远保持她的那种少年感 对她来说 这个比赛跟她自己人生 成了这么重大的事情相比 在这个时刻没有那么重要 她肯定觉得 就是她肯定会觉得我淘汰得很难过 然后我想记录下来 让婚姻的喜悦冲刷掉 淘汰的难过 就是这样 我的天 这太猛了 这个第九名压力就很大的 现在这个淘汰的压力都这么大 第九名发言压力就很大 放不上去了呀 这说啥呀 你们三个现在赶紧编 不是啊 那是求问不求问 我也求你 我比赛发的时候出家了 明天开始就要出家了 出家了 剃头 哎呀 咱们缓和一下情绪 恭喜门 恭喜门 来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名的名字 小北 小北 这压力也太大了 我孙子 小北 作为一直轻松松弛弛的小北 接在杨文的后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还会说些什么呢 小北的淘汰感言会有多精彩 我们首先恭喜小北获得 2021年度透过秀台航榜第九名 谢谢 最近家里也没啥大事 生活也很平淡 偶尔最近玩玩飞盘 也整不了什么想哭的场景 压力太大了 就是这季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 讲得也非常好 然后来到了半决赛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然后就是我们还会经常见的 好不好 我也会经常在线线演出什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多来线线看看我们 好吧 见一面少一面的 好 好 好 恭喜小北再见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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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情感浓度太高了 来 最后两位 好 好 好 来吧 来 一起来到舞台中间 一起 一起来 还得到舞台中间 哎呀 哎呀 只有一个竞技名额 我们将同时显示 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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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应该是广志的可能性大 广志非常好 表演整体的表演状态 加上他的文稿 又还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嘛 然后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所以说你会感觉他的一季成长来 和上一季是有明显的进步的 有的时候我看豆豆的演出 我也会觉得他有一点点浮夸 但是在浮夸的背后 他本身的这个段子水平也还是扎实的 我相信豆豆未来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这个脱火秀的演员 我们首先恭喜广志进入阶级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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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 transported стркий 皇谷皇谷 皇谷三级 其实今天逗逗说的很好 我们也恭喜逗逗 获得2021年度脱口周演 排榜榜第八名 可以说实话很开心 因为每一年 我都会把这个节目 当成自己的一次 期末考试的这种演示 所以今年很开心 比自己去年进步了一些 然后呢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对明年的自己 说一些话好不好 你这就弱了一些了 没事 说给自己听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已经在 备战脱续大会的第五季 那有几点呢 作为前辈要给你一些经验 首先希望你上了台 还是要撒开 玩起来 不要管别人 Be yourself OK 好 第二个 作为一个演员 还是要经常回到舞台 回到剧场 对舞台一定要保持 紧张感和敬畏感 谢谢 第三呢 还是希望你要跟你身边 厉害的同行 这些脱续演员 做更加真诚的交流 因为一个一年就看 十七节目的观众 不会比这帮天天泡在剧场里的演员 更懂脱口秀 最后希望你注意身体 开心最重要 谢谢 谢谢东东 明年再见 今天能做到掌控现场的舞台 那希望明年可以慢慢地打到屏幕前的朋友们 对 每一年完成一个小目标 逗逗这一次真的是太厉害了 既展现了文伟实力 又展现了他的舞台魅力 他讲了很多那种生活们的小观察 特别精准 然后用他的表演完美地呈现出来 大家这一年的进步和技术都在成长 我觉得在大家都在进步的情况下 我能比去年的名思靠前 我已经很满足 齐文去世小兄弟 今天再搞个双平秀 明年见 明年见 明年就想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舞台风格 期待想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明年的话就希望再坚持下去 生根下去 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应该不能坚持下去 你应该去迎接变化 不断地创新 然后不断地突破 作为一个突破演员 我们所有人的初衷 都是给大家带来欢乐 希望明年再来吧 我不会再害怕竞争 希望明年能有更好的表现 我希望明年的生活可以更丰富多彩一点 然后快乐最重要 他说得特别对啊 就是不要管别人 要撒开来玩 当然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喜欢的那个风格 对 如果你因为不喜欢你的风格 而去改变现在的风格 我觉得不值得 永远满足不了所有人 对 也恭喜各位 大家调整一下情绪 一口经典 快乐加冕 我们来看一下晋级情况 大家可以在总决赛 再次欣赏 他们的表演 也期待你们 在总决赛的表现 加油 我们每周二 周三见 不要走开 后面还有彩蛋 微信搜一搜效果 参与本期节目的话题互动 再见 拜拜 真正的对手 其实只有你自己 无论结果如何 唯一要做的就是放平心态 宠辱不惊 不沮丧 也不激动 就像我 一直都选择非激动车出行 绿源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有着夜冷算热呀 想不冷静都难 大家好 欢迎来到脱口秀小慧 今天感受如何 我哭了 巨人落泪 巨人落泪 你们这么聊的感觉 我这不是个喜事 你为什么哭那么惨 就是百感焦急 然后我就哭了 然后我甚至想说决赛 我能讲他求婚的事吗 晃晃把那个台踩坏了 是真的吗 真的 蹦了一下就裂了一条 你要跳起来 大家会当成这是一门脱机 说哇 杨丽就会脱口秀都这样 这台子脱口秀 但我感觉今年走到总决赛 大家已经没有失败了 其实走到半决赛 我们都没有这个感觉 就每个人就觉得 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故事 总决赛了 我们都生存下来了 我们没什么生存法则了 好好生活就是这种 没有生活就没有断的 还Q题的 还是生活最幽默是吧 祝大家都快乐 祝阳门快乐 谢谢 谢谢 恭喜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笑点 感谢原生煮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经典有经典 鸡奶独家冠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七天还能免费退 感谢升级新电商的 瓜子二手车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 云南白药 口腔护理品 特约赞助播出 感谢感谢 又感谢 嚼出爆梗 我可以 感谢嚼出我的范儿的 一打无糖口香糖 行业在咄咄中 不图不怕肠 快乐超续航 感谢续航 8公里 品质爆6年的 绿元叶子电动车 行业赞助播出 来小红书标记你的幽默生活 感谢超会生活 超幽默的小红书APP 行业赞助播出 不听不听 除非懒人唱听 感谢好内容 根本听不完的 懒人唱听APP 指定赞助播出 保卫发际线 控油防拖 就用养元清 感谢 帮助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毛毛的养元清 赞助播出 T5空间多变化 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套房子 四个文字组成的小红T5 赞助播出 墙中自由 墙中手 明权抗污 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 东鹏严版 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来到 扣扣球大会第四季总决赛 即闭幕式的现场 黄黄 见字如面 但凡有一个人健康码黄了 整个行业就黄了 且思往后没一只小焕熊的 放我出去 看得出来 今天打扮得特别的帅 你们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现在全中国微信上住在冰岛的人 比冰岛的实际人口都多 我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我已经是多个秀女王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保留环节 第二届最不重要的颁奖典礼 冠岛 都是冠冠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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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生活有经典 生活就要多小点 感谢原生乳蛋白 怎么这么多的经典有进来 独家冠名播出 想咋退就咋退 开期天还能全款退 感谢升级二手车 新买法的瓜子 联合赞助播出 好口腔说好脱口秀 感谢口腔健康 让段子更香的云南白药 口腔护理品 特约赞助播出 两粒两粒又两粒 嚼出爆梗我可以 感谢乔助我的饭的 一达五汤口香糖 行业赞助播出 路途不怕长 快乐超续航 感谢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的 绿元夜冷电动车 行业赞助播出 报销段子 高能热梗 都在小胡书 来小胡书APP 搜索脱口秀 解锁更多快乐 下载懒人唱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脱口秀 感谢好内容 根本听不完的懒人唱听APP 大力支持 宝贝发气线 控油房拖就用养元清 感谢帮助每个人的头上 都有毛毛的养元清 赞助播出 屁股空间多变化 快乐才能装得下 感谢由一操房子 四个轮子组成的 小鹏屁股赞助播出 墙中自有墙中手 林泉抗屋没对手 感谢墙面装修新物种 东鹏眼版赞助播出 正片没看够 每周四二十点 锁定腾讯视频 脱口秀小会 听选手们唠嗑也快乐 每周五十二点 某某与我 脱口秀背后的故事 精彩呈现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微博幽默 微博脱口秀 新浪新闻 见面新闻 Zakar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